今天给大家录一下那个星路狗物语 防蜂草其实它应该是那个白罗罗 我们先把这个清理一下 要不然是中不了地的 那这手柄还有点不适应 不过问题也不大 其实感觉还是 安卓版方便一点 其实这个像素游戏还挺有魅力的 这个地方清理出来了 这个版本的话 那个PSV版本就特别卡 8个PSV版本感觉还是有点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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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再把水浇上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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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今天这个农场的事情就交代完毕了 主要是去认识一下村里的人吧 玩这个游戏 玩这个游戏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温度的 而且这个一万五千毫能电池 这个CPU正常运在的情况下 应该四五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 哈哈 这个树枝特别难吃啊 这又上锁了 咱们可以去一下杂货店 看一下这个阿比盖尔 咱们这就算是认识他了 那边有那个背包升级服务 还有诊所 好 我还以为就不算打招了 好 第一天好像还不能钓鱼啊 咱们去跟铁匠打个招呼吧 也不知道我那个手机上的存档 和这个捡不捡容 到时候试一试吧 铁匠 走了 其实这个游戏初期可以干的事情特别少啊 后期干的事情比较多啊 就各种各样的活动啊 还对这还有个乔家超市 咱们刚开始干活的就是乔家 哈哈 这个谢恩他在工作的时候 好像是 这里真的好多人都在乔家工作 我可以看到他们工作的时候特别的痛苦 哈比希尔跟咱们还没有缘分呢 我都碰见他两次了 咱们这个握幕要不然就取他吧 这还有个黑妹儿 这是马鲁啊 就是木匠的闺女 这个地方好像是有精灵的 就是可以去见巫师 但是咱们现在见不到啊 因为 连个镇上的人打招都没打招 打完了 啊又回来了 咱们最好先去找一下这个木匠 嗯 这是游乐场 反正这个游戏肯定是全程六十的 而且一点点的风闪声音都没有 这个续航绝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还不错啊 就开的本来的音响 他这个游戏还真的蛮不错的 感觉这个游戏波西亚好玩的感觉啊 然后这个地方可以做房屋升级服务啊 他的黑人老公呢 他黑人老公不在 哈哈 宅男啊 死宅 好吧咱们走 再回 嗯 这里吧 应该还是 有一些人咱们没打到招呼啊 然后或者去酒吧的话 晚上去酒吧的话 那些乔家的员工就下班了 然后咱们正好可以去南署 去他们那拜访一下他 基本的话就可以凑齐很多人 哎 哎 好 哎 哎 哎 他见我怎么这么开心啊 哦 对我们跟他说过话了 看看海滩吧 哎 哎 哎 海滩 快快趁他还没进房间啊 咱们找你找他唠两句 看屋里还没有其他人好像没有啊 走 海滩是这里最漂亮的NPC了 看海滩还有樱花啊 咱们可以跟这个汉子说一说话 海滩这个地方挺好的 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跑地啊 跑地的话就可以跑到宝贝啊 那我为什么跑不出来东西呢 好 好像真的还是用 还得用锄头刨 好 算了不是了 我跑不出东西的感觉 咱们还去找渔夫吧 看他在不在 不知道他出没有出海 好 那他今天还是不会回来的 那星路五的物理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 帧数还是满呢